第三百三十七集 一名老师带着叶小胜走到一台仪器前 这位同学不用紧张 全身放松 稍后会有一道光束从你身上扫过 整个过程不会对你产生任何伤害 会将你的身体状态以及身高 体重动有关的数据记录下来 好 叶小胜也不多言 痛快地答应一声 其他学员都聚精毁神的 看着站上仪器的它 除了好奇之外 也多少都有些紧张 这一台仪器是一根树长的圆柱 圆柱的正面有一条从上到下的晶体柱 前方地面上只是一个圆形平台 整个仪器只有两米五高 叶小胜在日月皇家混导师学院的老师要求下 面对晶体柱站了上去 那位老师则走到仪器侧面 经手掌按在了侧面一个掌形的凹陷处 同时另一位老师则站在一起的另一边 手中拿着一个板子和笔准备记录 全身放松 开始了 那老师一边说着 众人只觉得从他身上骤然释放出一股浓郁的魂力波动 在他手臂处最为明显 能够清楚地看到白色光运闪烁 紧接着那台混导体侧仪顶端就亮起了一道白色光芒 光芒呈扇扇形覆盖了大约一平方米的范围 从上向下缓缓落下来 叶小胜当然不可能完全不紧张 但在这个时候 他却依旧尽量在放松自己的身体 眼看着那白光落在头顶时 他的身体纹丝不动 没有半分的震惨 林嘉义站在一旁 看着布金暗暗点头 不愧是史莱克学院出来的弟子 在来到竞争关系学院 尝试着全新的混导器扫描时 竟然能够没有半点怯弱 但是这份新兴已经是十分优秀了 白光从上向下缓缓扫描 速度不快 半天的功夫才从头部 扫描到了叶小胜胸口位置 而另一边的一位老师 已经开始记录 并且经自己记录的内容爆出 身体强度54级 身体韧性61级 魂力波动62级 身高1米82 体重81公斤 左臂长 五魂骨抚甲 总瓶魂地 身体强度魂地 身体力量代侧 这里所指的级别 显然都是和魂力等级挂钩的 像叶小胜这种情况 就是说 作为62级魂地的他 身体强度相当于54级的魂王 身体韧性则相当于61级魂地 至于日月帝国这个评价标准如何而来 就只有他们才清楚了 在整个扫描的过程中 这位负责记录的老师竟然先后爆出了三十多条和叶小胜自身有关的数据 原本脸色平静的叶小胜渐渐流露出吃惊之色 显然这些数据和他的身体是完全相符的 此时他只觉得自己就像是脱光了衣服 站在这里 被人家测量了一番 霍雨后的震撼也同样不小 这魂岛却扫描 竟然能够做到如此程度 这也太可怕了 那自己想要隐藏实力 岂不是吃人说梦吗 单是身体强度 肌肉强度 他就要远超常人了呀 这可怎么办 站在那里 霍雨后不禁眉头紧皱 一时间有些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日月皇家浑岛式学院 在浑岛系方面的先进程度 一下就有打乱他们计划的可能 叶小胜的身体测试完成了 全部记录下来 林嘉义是以下一名学员上去进行身体测试 一个人的扫描体测 大约会持续一分钟的时间 虽然霍雨后何彩投在最后面 但给他们思考的时间却并不长 使用模拟魂迹 模拟其他人的身体状态行不行 这是霍雨后心中想到的第一种可能 但他很快就否定了 因为如果模拟的话 他还不具备能够精确模拟对方身体一部分的能力 他总不能把自己变成其他人的样子吧 那岂不是一下就拆穿了 而且使用魂迹 必然会有魂力波动出现 这魂导体测仪如此先进 怎么会辨别不出 何彩投焦急的看着霍雨后 光头上已经隐隐有汗珠出现了 霍雨后轻轻的碰一下他的手臂 狄声道 二师兄没事的 车到山前必有路 知道就知道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既然他们不让我低调 那索性就 说到这里 他双眼微眯 隐隐又一丝寒光闪过 学员们一个接一个的进行身体测试 林嘉义的脸色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凝肿了 可以说史雷克学院派来的这些学员们 在身体强度方面 确实是远远超过了日月皇家浑岛式学院的绝大部分学员 哪怕是明德堂弟子 在同等级别的情况下 也无法与他们相比 要知道 这可只是人家史雷克学院的浑岛系学员 身体强度就能达到这样的程度 要是换了五浑系学员 林嘉义心中不禁暗暗感叹 史雷克果然不愧是大陆第一学员 咦 这名学员的身材真是高大 林嘉义眼前一亮 不禁多看了几眼刚刚走上浑岛提侧仪的这名学员 这是第九个了吧 他的肤色 倒是有些像我们国家的贵族啊 何彩头有黑的皮肤 立刻就引起了林嘉义的注意 要知道 在日月帝国之中 虽然并不是贵族都拥有着有黑的皮肤 但所有黑肤色的日月帝国人 却几乎都是贵族 因此黑色在日月帝国一向是最高贵的颜色 何彩头现在的身高已经超过了两米 当那浑岛提侧仪的光芒从上向下开始扫描的时候 那位负责记录的老师声音明显就变得高昂了几分 身体强度七十级 身体韧性六十四级 魂力五十一级 说到这里 负责记录的老师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何彩头 五十一级魂王的身体 强度竟然达到了七荒魂圣级别 虽说对于魂师来说 身体强度远远不如魂力等级重要 可对于魂导师来说 强大的身体强度还是非常有用的 至少能够同时使用更多沉重的魂导器 在使用攻击性魂导器的时候 自身承受能力也要比其他魂导师更强 林嘉义的瞳孔明显有些收缩了 这家伙是个怪胎吗 史莱克学院从哪里找了这么一位出来 从他的身体数据来看 简直就是为魂导师度身定缩的呀 骨灵17岁 身高2米02 体重110公斤 魂骨附加 驱赶骨 小伙子 你简直就是一只人形魂兽啊 负责记录的这位老师不禁大为赞叹 他负责体测记录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但像何彩头这个年纪 却拥有着这样身体素质的情况 却还是第一次见到 魂王级别的实力 身体各方面评测 却都是魂帝级以上 这是何等的彪悍 别说这些为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老师们吃惊 这算是一通前来的实力学院其他学员们 一个个也都不禁向何彩头头以惊讶的眼神 如果何彩头是五魂系内院弟子 他们还不会这么吃惊 可他们却都清楚 何彩头乃是反于老师的嫡传弟子啊 17岁的魂王 他分明已经拥有进入内院的能力了 叶小盛的脸色变化最大 看着何彩头眼中光芒轻微的闪烁着 不知道在琢磨些什么 林嘉义目光灼灼的盯视着何彩头 心中已经确定 毫无疑问 这名学员 必定是这次水雷克学院送来的重点学员了 而且他胸口上的魂导师徽章 可是标志着 他拥有着六级魂导师的能力啊 魂王级别的魂力 六级魂导师 17岁 这三个数据就已经足够了 林嘉义向负责记录的老师不着痕迹地点了点头 那位老师在记录的时候明显加了标注 何彩头从魂导器提侧衣上走下来 接过霍运号交换给他的储物魂导器 重新佩戴在他身上 在接过霍运号递来的储物魂导器 不禁有些担忧地看了一眼自己这位师弟 霍运号自信的一脚 向他点了点头 然后走上了魂导体侧衣 深吸口气 凝神内视 双眼之中 金光隐线 同学 全身放松 负责使用魂导体侧衣的老师提醒了霍运号一句 霍运号点了点头 放松了身体 他此时已经下定了决心 既然 你们不让我低调 那么 我就高调给你们看吧 金光隐区 在近距离的最后精神探测后 他已经将这台魂导体侧衣的完整结构 全部记录在了自己的大脑之中 其中也包括核心法阵的制作方法 伴随着修为的提升 霍运号已经开始吸收天猛歌第二个封印中的精神力 他的精神强度之高 就算是玄老 都不真正清楚 霍运号的精神探测 不只是在探测距离上持续增强 更重要的是 在探测精度上也大幅度提升了 以他目前的实力 只是通过精神探测 就能够强行记忆 不在使用状态下的七级混导器构造 与核心法阵 这才是他此次起来真正的大杀器 这些记录 将对史雷克学院未来发展混导器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今天这台混导体测仪 就是他下手的第一个目标 通过对其核心法阵的探测和观察 霍运号刻意肯定 这台混导体测仪 本身乃是六级混导器 有了刚才这段时间的观察 他虽然没有找到混导体测仪的破绽 但却已经将这台混导体测仪的一切全都完整的记录了 尤其是在刚刚登上仪器时 他最核心法阵完成了最后的记忆 当然因为是强行记忆如此庞大而复杂的数据 他最多也只能保证一个时辰之内自己不会丢失这些 回去之后必须在第一时间将自己记忆下来的东西划出 或者是进一步的加强记忆才行 就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霍运号的精神力就消耗了近乎十分之一 混导体测仪的白光出现 从上向下须须扫描而至 霍运号双眼微眯 自身魂力全部收敛 身体强度六十二级 身体韧性六十八级 魂力波动四十级 身高一米八一 体重七十四公斤 左臂长 骨灵十四岁 左右比魂骨副甲 驱赶骨副甲 总凭 前面的一系列数据已经令所有人全部呆滞了 整个体测室内安静的落真可问 如果说十七岁的何彩头 在体测中所有数据全部获得了魂地级的评价 那么 当霍运号十四岁的古灵以及四十级魂力出现之后 所有人都傻眼了 四十级魂力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尚未突破 没有真正就入魂宗 也就是说 现在的霍运号 还是一名魂尊级别强者 他就是这么一名魂尊 在全部身体的评测中 却全都获得了六十级以上的评价 除了在身体强度方面不如何彩头之外 其他方面竟然都是与何彩头不相上下 更重要的是 到了魂骨这一项 竟然出现了三块之多 滴滴滴 魂导体测仪突然出现了怪异的声音 那名负责记录的老师 默奔口呆地说道 数据紊乱 魂导体测仪出错了 怪物 这小家伙 是个怪物 他在看霍玉浩的时候 眼中甚至流露出了几分震惊与金句混合的神色 霍玉浩平静地扫了他眼 后腿一步 下了魂导体测仪 淡淡地道 我来自于史莱克学院 我们史莱克学院还有另一个称号 叫做怪物学院 我们的校训是 只培养怪物 不培养普通人 谢谢您对我的夸奖 我答应了 就到这里了